接著我們要開始上個東西叫做融化熱跟氣化熱 讓一公克的物質完全融化 所需要吸收的熱叫做融化熱 備一下冰的融化熱叫做每公克80卡 讓一公克的物質完全氣化 完全變成氣體的熱量叫做氣化熱 稍微計一下 選擇氣化熱叫做540卡 雖然你會考的這種考試的習慣 這兩個數字都會給你 但是希望你還是記一下 尤其要知道覺得氣化熱很高 一公克就要吸收500多卡的熱量 它才會變成氣 這是一個重要的事情 要做融化熱跟氣化熱 所以有始會帶出個風勢 一公克要80卡 兩公克就乘2 三公克就乘3 就會出現一個m乘Q的公式 等一下會出現 就是這樣子 熱量就是質量乘以融化熱或氣化熱 一公克80卡 兩公克乘2 三公克乘3 乘質量 所以熱量的一個辦法就是質量乘以融化熱 跳回去我們的前面說法 我們給東西熱量一個會造成溫度的改變 如果這個時候要我算熱量 公式就是h等於msΔT 這個ΔT有溫度的變化 可是狀態改變的時候沒有溫度變化 所以就沒有ΔT 那怎麼算 就這個m乘Q 這樣可以融化熱或氣化熱 所以我們公式就長這樣 OK 然後 所有的想法都跟古詞後完全一樣 還是一杯熱水加一杯冷水會變成一杯溫水 告訴我兩物相接觸最後必打什麼 熱平衡 啥叫熱平衡 溫度一樣 那為什麼會熱平衡 因為有人會吸熱有人會放熱 請問你熱量轉移的方向怎麼轉移 高溫到低溫 然後熱量轉移的時候能量不會平白 無論多出來或少掉是有什麼關係 放熱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這個就跟計算有關 那怎麼算熱 當初怎麼算熱 h等於mh等 你看多一個m乘Q 現在就這樣算 然後這兩個式子會不會同時出現 不會 前面這個是有溫度變化的時候 mhRT 後面那個是狀態在改變 沒有溫度變化的時候 m乘Q 所以這兩個公式不會同時出現 那當然就帶到等一下講要分段處理 然後分段處理 那用剛才的公式如果往裡面帶 如果你的答案小於0 答案就是0 答案如果大於100 答案就是100 為什麼 因為那個水蒸氣沒有完全凝結 你以為它完全凝結 所以放熱放太多 水溫會超過100 那因為冰塊沒有完全融化 但是你以為它需要完全融化 所以你要放熱放更多 所以就會小於0 所以答案如果說是大於100的就是100 小於0的就是0 就是0 答案就這樣子 否則你就是要事先去檢查 檢查它的水蒸氣有沒有全融 或者冰塊有 水蒸氣有沒有完全凝結 對不起 水蒸氣有沒有完全凝結 或者冰塊有沒有完全全融 但是很少人會直接先做這件事 或是直接往裡面算 算它就這樣子 大於100就是100 小於0就是0 等於就是0 OK 那我們做的就是這個 要注意它幾個階段 一個負十度C的冰 要加熱變成三十度C的水 你就要想清楚 這裡可以有分做幾段 然後這一段是不是有溫度變化 2S加大T 這一段是不是融化氣化過程 2XQ 2XQ 所以有溫度變化的就帶2S加大T 每溫度變化的就帶2XQ 所以就搞清楚 不十度C的冰變成二十度C的水 這中間的加熱過程有分做哪些段 要先從不十度C的冰變成零度C的冰一段 要從零度C的冰變成零度C的水第二段 要從零度C的冰變成二十度C的水第三段 然後腳的OK 就是我們的計算的想法 後面再來處理 那這個是基本上提到的擴散 就是溫度比較高的時候 擴散的會比較快 這個平直覺就知道了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國中基本上也沒有特別講擴散這件事情 然後接下來就是熱東西發生物理變化跟化學變化的時候被吸放熱 那我上課跟你講過 國中所學的化學變化幾乎全部都是放熱 所以放熱不用被 被吸了就好 沒被過全部都是放熱 那物理變化的吸放熱比較簡單沒有什麼問題 那這些變化是吸熱的化學反應 我們在這裡所說的吸熱就是吸收能量 所以吸收光也叫吸熱 吸收電也叫做吸熱 吸收能量就稱為吸熱反應 所以電解電渡電鍊 國三下學期要加通電之後發生分解 所以叫做吸收電吸熱反應 光合作用要吸收光吸熱反應 然後加熱分解 碳酸鈣受熱會分解 碳酸清納受熱分解 金色烤過的氧化孔出的分解 這都要吸收熱 所以叫做吸熱反應 就是吸熱的反應 然後呢 還有一個叫做加熱去結冰水 我要不會背過這兩個對不對 油水的硫酸銅晶體 烤一烤變成無水的硫酸銅粉末 油水的氯化雅菇 烤一烤變成無水氯化雅菇 然後你還要背顏色 然後背顏色 油水什麼顏色 冰水什麼顏色 上面都有寫了 把它背下來 背下來是檢驗水的用途 檢驗水的 檢驗水的 等顏色要背 加熱去結冰水 吸熱反應 還有一個 尿素甲醛素脂聚合 這也是吸熱反應 這個實驗普通現在不錯了 因為要加濃硫酸 然後你做這個實驗的時候 你摸四管是熱的 比方說它放熱 我說它吸熱會放熱 那是因為濃硫酸脫水 潑水的關係 然後加速反應進行 所以濃硫酸容易水會放熱 它放的熱比吸熱的熱更多 所以摸起來是燙 但是它本身是一個吸熱反應 那硝酸甲 這以前做過實驗 你記得嗎 摸一摸會冰冰的 還有鹽巴容易水 都是吸熱的反應 再來這個放熱的 我們國中教的幾乎 全部都是放熱 不需要特別費 沒費溫跟放熱 烤士喜歡烤底燃燒 只要點火燃燒起來 可是它是什麼 放熱反應 這都是氧化反應 燃燒到氧化 比如說三點中文很喜歡烤 它是一個放熱反應 然後鹽金竹加水跟其他最後也都是放熱 氧化那濃油酸 濃油酸 濃油酸 也是放熱 辛加油酸酮 還是放熱 這是這幾個 人家講過的 每一刻也背過的 全部都是放熱 真的跟各位介紹吸熱跟放熱的反應 OK